光明顶之战前 如果混元霹雳手陈坤 没有打伤明教七大高手 明教跟六大门派 是否有一战之力呢 光明顶之战呢 应该是一天投龙记忆中 投入人数最多的一场战役了 六大门派与明教合在一起 起码有三四千人之多 原本明教有着极大的人数优势 并且还占据了主场地利 可是还没有开打 就因为内部不合 导致被陈坤给钻了空子 等到双方逐一单挑时 整个明教就只剩下 阴天正一人称场面 那问题来了 如果当初陈坤没有成功偷袭七大高手 双方的胜负如何呢 咱们这里呢只说两种情况 分别是正常交手与高手单挑 先从双方正常交手上来看 参与围剿光明顶的六大门派 分别是少林 武当 峨眉 昆仑 华山和空童 根据原文介绍 少林派参与人数大概有百余弟子 武当派共计三十二人 峨眉派也有三四十人 昆仑派弟子数十人 华山 空童各有弟子约四五十人 再加上空童派附属帮派江西 颇阳帮三十多人 因此呢六大门派参与光明顶之战 参与人数有约三百多人 而反观明教的人数就有些吓人了 根据后文介绍 明教五行其中的锐金 巨木 洪水 烈火旗均有五百人 而人数最少的后土旗也有一百人 此外天地风雷四门也有数百人之众 如果再算上天鹰教的三百多人 明教光在人数上就近三千人左右 即便当时的五行旗没有那么多人 打个对折也有一千五百人左右 可以说在人数上完全碾压六大门派 此外明教五行旗堪称是半军事化的部队 搭配起来战斗力飙升 即便是各自为战 仅有长旗式参战的情况之下 也曾对空童 华山和昆仑予以重创 总体来说呢 五行旗的战力大致是两个旗打平武当 三个旗跟昆仑 华山 空童持平 天鹰教带来的三百人 相当于明教三个旗的战力 所以明教在不出动高手 没有配合各自为战的情况下 仅仅依靠五行旗和天鹰教的力量 就足以把六大门派为奸 如果再由杨潇等人指挥 五行旗相互搭配 依靠地力优势 即便六大门派的人数再扩充一两倍 也不可能是明教的对手 如果混言霹雳手成坤 没有打伤明教七大高手 明教与六大门派是否有一战之力 上门呢我们说明教三旗 就可以和空童 华山 昆仑等三大派打成平手 甚至在不出动任何高手的情况下 找天鹰英野王愿意 他带领的三百人配合明教三旗 就足以把除了少林派以外的其他五派歼灭 原文是 张无忌竟然战场数十让外 黑压压地站着三队人马 每队均有一百余人 战场中三派斗三旗是势均力敌的局面 但如果魔教这三队投入战斗 空童 华山 昆仑三派势必大败 从这段话能够看得出来 只要阴野王愿意跟五行旗合作 立马能够灭掉六大门派中的三能 但可惜的是 天鹰教跟五行旗不合 他更愿意看着五行旗 与六大门派拼得你死我活 再后来 俄美武当派及时赶到 瑞金旗被彻底打残 只余下几十人 张无忌挺身而出 接完灭绝第二掌后 阴野王带着天鹰教中 跳了出来 原文是 突然四周沙中涌出无数人头 每人身前 支支一块盾牌 各持前弓 一排排的利剑对着众人 原来天鹰教教中在沙中拉穴地道 早将各派人众团团围住了 眼见利剑上的箭头 在日光下发出了暗蓝光芒 显示未有剧毒 只削阴野王一声令下 各派除了武功高强的庶人之外 其余的只怕都性命难保 可见此时的阴野王如果一声令下 六大门派中的五大派之人 除了个别几人之外 其他人都要横尸当场 六大门派届时就只剩下少林派一百多人 光凭这些人根本不可能打上光明顶 六大门派最后能攻上光明顶 主要是因为明教组织松散 群龙无首 再加上阴野王势力坑爹 白白浪费了团面武大派的机会 否则后面也不会有阴天正 敖战群雄的画面 最后六大门派恐怕连阳下的面都没见到 就横尸遍地了 如果混元霹雳手陈坤 没有打伤明教七大高手 明教跟六大门派能否有一战之力呢 前面呢我们说正常情况下 六大门派恐怕连阳下的面都见不到 就会横尸当场 那如果换作是六大门派与明教高手 逐一单挑呢 根据当时的阵容啊 陈坤因为身份问题恐怕不会参战 那六大门派中的高手包括 武当武侠 少林二空 鸽妹灭绝 昆仑 何太冲 万书贤 空同五老 华山 仙玉通 再加上两个长老 约有18位一流高手 而明教的阵容呢 则是杨潇 阴天正 伟一笑 无散人 五行骑 掌骑使 阴野王 李天环 阴无福 阴无路 阴无寿等 18名一流高手 战力太重的人无法改变战场局面 而在强一流高手数量上 武当有宋远强 云连州 少林派有空志 然后再加上一个 以天见在手的灭绝 而明教这边呢 则有杨潇 阴天正 伟一笑 外加一个锐金旗掌骑使 庄争 对比一下明教这边也不需六大门派 尤其是杨潇应该是在场所人中的第一高手 所以如果是成坤没有成功偷袭明教七大高手 即便没有五行骑的参与 双方在排除高手注意单挑的情况之下 明教也完全不惧六大门派的车轮单挑 只不过街区呢 应该会非常惨烈 总结一下啊 六大门派围攻光明鼎 本身就是一个一段基石的闹剧 毫无任何逻辑可言 就是强行为的让张无忌秉秀明教